说到了双英 马英九 蔡英文 他们两个人的两岸政策 到底是差距多大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手板 特别做了一个整理 大家来比比看 我们说到就两岸政策 基本立场上 马英九讲得很清楚 不统不独不武 遵循宪法 蔡英文则是两岸应该 何而不同 何而求同 互动架构方面 当然马英九还是强调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但是蔡英文呢 她是说要可长可久的架构 那么再看看两岸交流的部分呢 马英九提到的是 先易后难 先经济后政治 政治协商没有时间表 但蔡英文则说 希望中国要重新认识 我们民进党 保持一种开放的 最符合台湾的利益 争端处理上面呢 马英九则说 在中华民国宪法前提之下 找出两岸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 是和平解决争端 但是呢 蔡英文则是 不论区域内各可能冲突 及台湾中国间的问题 都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 好 大家都来讲和平 但是怎么做呢 到底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 其实这个性格上面 是有差异的 有人说没有啊 他们都是老妖啊 性格可能不会差太多啊 那甚至还有人形容蔡英文是 所谓的这个 怎么讲 女版马英九 这个马总统呢 他听到这样子一个形容词 其实他也不太认同哦 他觉得很保留 他说 蔡氏风格是比较反复的 但我马英九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施程你的见解呢 我跟你讲 我刚刚有一句话 我忘记讲 我这一段一定要讲一次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很生气 我们蔡小英主席 因为基本上 比起主播跟各位名嘴来讲 我的讲话够没有内容的 所以蔡英文讲话 比我还没有内容啊 这是我最生气的地方 尤其在两岸这个部分 你完全 刚刚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时候 还要不要去探讨 这个蔡英文讲两岸这个东西 发现没什么好讲 因为实在找不出什么东西 我刚刚看到一个 对不起 他说啊 不论区域内的可能冲突 以及台湾和中国之间的问题 都应该以和平方式处理 请问一下 这有别的答案吗 这有别的答案吗 这句话需要讲吗 我的肥胖应该用减肥来处理 有什么争议吗 没有争议啊 你要说怎么样用和平 怎么样去避免战争 怎么样去避免战争 而不是说结果就是和平处理 我觉得你不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模棱两可这种 我跟你讲 两岸处理得好 其他的问题就小 两岸如果处理不好 其他问题就大 对不对 我举今天一个例子来讲 你知道吗 今天有个国家承认 就是让中华民国免签 那国家叫做阿尔巴尼亚 了不起 阿尔巴尼亚是联合国当初 说排我纳肥 就是这个 了不起 王七旦的这个国家 现在还让我们免签证嘛 为什么 就是两岸之间现在和缓了嘛 他也不得不承认两岸现在的一个状况 那蔡英文 你说你不承认九二共识OK 我觉得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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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真的我觉得OKOKOK的 请问一下 有没有比九二共识更高明的 不是 但是我在最后一次 不要再给我形容词哦 我千万不要再给我形容词哦 不然的话NZ是因为找我 因为我连那个粗话会讲出来 因为真的是 真的是 如果说你要继续这样混下去哦 继续这样混下去的话 我保证你会输掉 真的 我觉得台湾选民是有智慧的 你如果再继续混下去 大家之后你再打混了 我们不要选一个 从还没有当选人开始打混的总统 是好 那但蔡英文呢 她也认为 女版马英九来形容她不适合 因为呢 她怎么讲啊 她说 呃 她处理事情的风格 和缓理性 在主权问题上 她可是不会让步的 好 意思就是说 马英九是会让步的 所以她跟马英九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她还强调说 她的韧性是比马英九要来得更强的 红薇 你的看法呢 其实啊 我想这 女版的马英九 或者男版的这个蔡英文 这个大概都是媒体啦 或者 其实这个都会有一些话题 那可能两个人的学历啦 或者是 可能整个成长的过程啊 这个背景有一点类似 但是呢 我相信因为这两个现在是 站在两个不同的阵营 而且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你总不能告诉选民说 其实你选马英九 跟选蔡英文差不多吧 你选蔡英文 其实跟选马英九也差不了多少 我想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战策略 但是啊 我觉得刚才施诚 非常气愤啊 说这个蔡英文讲话这么空洞 要当这个总统的人 接下来讲话还要这么空洞 可是他还是可以混啊 重点是人家还可以混了那么久哦 到现在为止已经逼问了很多次了 他还是会给你一个所谓的什么可长可久啦 或一个和平的方式 如果你大致了解一些两岸政策 或者关心两岸政策的人 都会觉得他其实都是一个废话 废话 废话 每天都讲一些空话加废话 可是他可以混那么久 那事实上我觉得在马英九的部分 刚才我们讲了就说 他在这个苹果日报的专访里面 他抓住了一个强项的部分 两岸政策部分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年轻朋友 或者其实很多老百姓都搞不清楚说 其实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到底对台湾带来些什么东西 刚才事实上讲到 这个免签证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部分 台湾有没有在国际空间上 大幅的拓展空间 有没有 常常我都觉得民进党告诉我们说 我非常重视台湾主权 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空间 那这个都是空话 有些是数字 或者一些科学的数字 可以去证明它的嘛 我常常要说问 民进党你执政的时候 台湾增加了多少邦交国 没有啊 只有减少 没有增加啊 那今天马英九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邦交国没有减少 可是在我们国民到海外去旅游的时候 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 也就是免签证的待遇 它是不是在国际舞台上 使得台湾的主权地位 跟我们国民的尊严更为提升 这个是有具体数字可以证明的事情 那最近提到这个北京的学者讲到一中两福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有各种的解读 说甚至是可能这个北京方面呢 可能通过学者释放一种空气 他对台湾的主权有没有进步 当然有进步啊 虽然现在在这个中共那边 还是在咬住所谓的 当然以前和平统一 然后到一国两制 那么后来我们的九二共事 也就是说我们互相啊不否认嘛 互相不否认都很做一个模糊的空间 一中两福事实上是已经承认 你这个政府的治权哦 我觉得至少我们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马英九所谓的不同不独不武 不但得到了一个两岸的和平 在台湾的主权方面 以及在我们的这个承认的方面 有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一中两福有啊 可是到了民进党 他就胡说八道了 他就变成说 这个都是马英九啊 或国民党跟共产党一起 要串通起来 还是卖台 他还是给你扣红帽子 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 在这个我们 在整个的这个未来 2012年国家要怎么走 刚提到有些经济面的 还有两岸的和平重不重要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尊源 害在台湾的主权 甚至国际空间上来说 我希望马英九 还有国民党 可以讲得更清楚一些 刚才就讲到 包含你这个 对外边的签证也好 或者是说北京 北京的学者 谈到一中两福 这个是一种承认 承认这是一个对等的 两边都有 是一个中央级的政府 这难道不是主权的提升吗 这一点为什么 还要让民进党 这样任意的打压你 摧毁你 然后任意的栽赃 你说你是继续的卖台 甚至陈水平还讲说 像极乐什么南宋的什么造构 好像一副你就是儿皇帝一样 你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栽赃呢 还要让他写文章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硬起来 而且把这些事情 讲清楚说明白 是好 听起来宏威跟师承两个 坐在一块 好像情绪互相感染 都有点动物 激动双人组 都蛮气的 这样可以加钱吗 好 我来请教一下康琴 康琴 那我们其实讲 马总统呢 主帅出击了 但是旁边呢 要帮他 要怎么样来看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 复选团队们 之前你有提过说 旁边有一些娃娃兵 其实有点替他担心 但是我们来看看 就这件事情 我很快地来 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 怎么讲呢 这个2012民进党 他的这个竞选主轴 是什么呢 人家这个 马英九这边 是这个台湾加油赞 那民进党这边呢 是台湾next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下一个台湾 结果呢 这个台湾加油赞 发言人是英伟嘛 也很年轻 那他这个马办这边 就立刻由英伟代表 做回应了 他说台湾next 就是民进党提的那个 台湾next固然重要 但能不能多花点心力 在这个台湾 也就是台湾now 嘴巴你讲下一个台湾 但是你手牵上一个朝代 你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呢 你是不是应该要讲清楚呢 你觉得他这个回应怎么样 我觉得两边是没有对口的 其实蔡英文最早用那个台湾next 是在那个校园里面 你记不记得 他在坐在那边的时候 有中国学生跟他挑战 后面就是台湾next 其实我看到这个 我直观就是说next 就是他下一任是会轮到我my turn 那那个英伟呢 他显然是还是站在马英九的立场 他说台湾now 而且next也是now 就是都是马英九啦 没有你next的这个意味 但是另外一个解读就是说 英伟他希望说你就不要讲next 因为你现在的话都还没有说清楚 这我能够帮英伟诠释一下啦 但是我是觉得说 刚刚这个洪威讲到一些论述 说实在我不是民进党的啦 但是我有点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马英九固然在这个 两国啊 两岸问题上他非常清楚 而且经过08年考验 不同不独播 互不承认互不否认 然后统独加进去是个选项 他不排斥这个台独也是个选项 虽然他不支持台独 那另外就是说一中各表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定调 那比这个回避到 这个台独党纲的这个蔡英文 高明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他避免一个忌讳 包括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不同的制 还现在提到的这个一国两府 其实这都是同一套 同一套就是说 纵使他两制两制 他是有点事实上说 由你来治理就像公司一样 但是一国压下去 他已经没有个表空间了 你的主权不见了 所以我是觉得在表述上 应该马英九应该不能够贴上去 就我们尽量看到 苹果日报的这个专访里面 他说这是可以讨论的 可以谈的 我觉得违背两个 一个是或许他的解读不一样 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解读 他最好是应该主权的部分 先表述清楚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你们看板上有一个是说 国民党是不是先经后政 怎么样政治谈判是没有时间表的 我觉得这个谈话是非常政治正确的 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帮下一代决定未来 什么一中五顶 我们签50年以后再谈 没有时间表的 但是如果他今天说 一国两府是可以谈的 那代表是台湾闹了 台湾闹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某种程度 会变成一个剑拔 就连我某种程度 我可以接受我们的主权 我们就是我们的主权是中华民国 我觉得国民党在台湾前陆绝语文 也是这样表述的 只是说民党回避了 我纵使是可以接受中华民国 现在双方的这样一个表述 一中个表都可以 但是一国两府我不太能够接受 我觉得蛮久如果要谈的话 这个部分他应该思考清楚 好 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回来 还可以继续讨论哦 马上回来 by bwd6 不不不不不 不不 不不 s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